那接下来这个流程 跟刚刚那个知识型很有关系 他是直接是套用知识型 套用发展过来的 那所以当他有一个目标 重点是他先有一个目标 所以那个引导目标这件事 就要靠老师靠家长 让他这个 多 多看各种的事物 多体验各种 各种的那个人生 那多看多听才有 才会有很多选择 他如果不知道要选什么 那就是他的见识还不够 看的还不够 那所以让他多看多听 多 多去尝试 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么如果他有一个目标了 接下来就会进到我们新制图的流程 好 好假设今天他已经有一个目标了 那或者等一下老师练习的时候 请你就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假设你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你未来想做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未来想赚到一百万什么 随便你想好不好 那我们在订目标的时候 我们在订目标的时候 我们在订目标的时候 有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 我会比较建议这一个 一般来讲会有 你可以 如果你已经很了解你自己了 那我会建议你 直接先订你的人生的最大的目标 人生最大的目标 但是如果像小朋友他 比较 没有什么见识 没有什么人生体验 他可能一开始 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让他先订一个小小的目标 先订一个小小的目标 然后订这个小小的目标的用意是 让他来学这个方法 学我们等一下要学的这个方法 然后他把这个方法学会之后 以后随着年纪慢慢长大 他都会想到他自己想要的目标 那或者是说他达到这个小目标之后 就请鼓励他 另外再换一个更大的目标 人生一定要有目标 小目标完成了就往大目标继续前进 这样人生才会有动力 所以你要让他一定要记得做这一件事 他这个目标达到了 就请他再换一个目标 好那如果你是直接从大目标开始 你已经很清楚了 假设 等一下我用的例子是 是以学生为例子 假设我要当一个电玩游戏的设计师 假设他有一个愿望 他又很喜欢打电动 他其他的 其他各领域他都玩过试过好像都不喜欢 他就是想玩电动 那所以我们就可能会鼓励他 那你玩游戏被电动玩 还不如自己设计游戏 去玩人家 对不对 好那所以我们就鼓励他去 去做一个电动游戏设计师 那老师你可以决定一下自己的目标 好那你决定好目标之后 你刚刚呢开一个新的档案 对不对 好你刚开了一个新的档案 请你在中间主题这边 直接 那个快点两下 滑鼠快点两下 直接输入那个主题的名称 比如说我想要赚 我想要在 30岁以前 赚500万 假设 好那就请你 请各位老师先把那个主题 key 进去 30岁以前赚500万 这个我都不敢想 好各位完成了 请你在讯息列输入2 老师我有问题 好请说 请问你中间的这个是椭圆形的 那我的是方形的 有办法可以调整 可以可以 你在那个右边 右边这个地方有一个风格 事后都可以再调整 好所以你就往下找 我这一个是经典 好我这个是经典 你点一下经典 他就整个套过去了 好我们就直接用新制图来讲 怎么规划人生 怎么行动 好直接在你的主题上面快点两下 左键快点两下 就直接可以输入文字 那如果老师用电脑 如果你是Windows 11的话 他可以直接按Windows H 就可以语音输入 就可以跟手机一样语音输入 那如果你是用手机平板 那个App上面也是直接快点两下 应该就可以输入文字 那手机平板可以用语音输入比较快 好所以你输入的这个是中心的主题 主题他会放在中间 中间放主题的话 那个字比较大 他会引导我们脑袋去思考 我现在要想的就是这一件事 好完成的老师 请你输入二哦 那新制图的工具其实蛮直觉的 那常用的按键就那几个 等一下我们稍微讲一下 你就很清楚了 老师自己制定一个主题 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想到 那你也可以跟我用同一个主题 假设我现在假设我是小孩 然后我想要 我这一辈子的志愿就是当一个游戏设计师 电脑游戏设计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